我连买十次饮料必中再来一瓶 就连没表白十次 也会有一个女孩深深地爱上我 甚至连买十次彩票 也会必中一次高额大奖 至于我拥有超神保底的能力 面对世间万物都可以来个十连抽 但只能最后一次才中奖 就拿考试举例子 前九次考试成绩全看自己发挥 等到了第十次考试的时候 试卷上的内容一定是我会做的 所以轻而易举就能考出高分 为此我故意卡次数 把最后一次保底用在了高考当天 直接让我考上了重点大学 然而这种保底能力 偶尔也会存在超过想象之外的情况 有一次我遇到了银行抢劫案 对方一共三个人手持枪械 大厅里众人都不敢动 其中一个劫匪在路过我的时候 半倒了一跤 他手里的枪直接掉到了我的怀里 我果断拿起枪扣下扳机 结果这个枪直接散架了 而且没有子弹 这时候保安也反应了过来 这群人手里的枪是假的 果断一群大佬爷们抡起椅子 冲上去把劫匪按下制服了 等治安官赶到的时候 已经尘埃落定 因此我还获得了一个 见义勇为的景气 和两万块的当局奖金 但这件事并不能解决 我内心的小问号 开始复盘这件事 因为家里人的缘故 我每个月都要和亲人 跑一趟银行 进行存款汇款的操作 上了大学后才比较少来 放寒假的时候 来到银行却碰到了这种抢劫案 这让我觉得十分疑惑 从结果来看 这件事无疑是好事 我觉得很疑惑的是 它实在是太好了 这让我觉得是 自己的超能力发动 以前也有过这些事 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 也偶尔能遇到一些 银行人员送些礼物 甚至运气好 能买到流出的国债 但大多都是小恩小惠 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所以去银行的次数 我并没有特意地计算过 但这不可能是 去银行的第十次 仔细地问询家人 然后计算了频率和次数后 我赫然发现 这是自己第一百次 来到这家银行 然后触发了 一百次的大保底银行抢劫案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感到无比生草 没想到自己的超能力 在这种地方生效 但这也意味着 同一件事十次保底之后 第一百次会保底出个什么东西来 完全不可预知 这个名为保底的被动技能 一定能给当事人带来好运 但它带来好运的方式 可能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要的 试想如果当时抢劫案中 我没有果断扣下扳机开枪 或者里面真的有子弹 结果会是如何 当时我可是和堂姐一起去的银行 而且她还怀孕了呢 出点什么事的话 自己可就罪过了 虽然对自己是好事 但对周边人未必会是一件好事 如果这是一项主动技能 我肯定会将其关闭 在需要的时候再用 但可惜她不是 于是在大学毕业后 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 去了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 表面上是说大城市工作机会多 可以奋斗拼搏什么的 实际上是不希望给家里人带来麻烦 顺带也规避一下家里人的相亲 按照保底法则 相亲只要连续十次 到了第十次的姑娘 肯定是全方位符合我审美 三观契合的优秀结婚对象 而坚持和这样的姑娘错过九次 等到第一百次 碰到的必然是灵魂伴美 终生相爱完满无缺 听着很爽 实际上也的确很爽 我对此说没有期待肯定是假的 但如果爱情也要被保底法则所覆盖 那我的人生也未免太过于成功了 简直毫无挑战性 不幸邪的我开始挑战自己找对象 结果惨烈可想而知 不得不逐渐静泽化 继续依赖十连保底法则 然而就在去见第一百个对象的路上 就在我幻想着美好未来之时 身旁却传来了刺耳的喇叭声 一辆失控的大货车直直地朝我撞过 在思维断绝之前 我的最后一个想法 这是应该是第十次交通事故 我苦笑着闭上眼睛 欧皇果然寿命极短 然而等我再次睁开眼之时 已然是陌生的教室内 周围传来的人群的噪杂声 和翻动书籍的声音 空气里还有着墨水的味道 突然一张焦好的青色面旁回头看向我 问道睡醒了吗 有没有梦到我呀 我看着陌生的少女 又望着这陌生的班级沉默着发着呆 上一刻的思维还在车祸现场 足足数秒后 迟钝的思绪接续上 车祸的十连保底原来是这样的吗 坏消息人死了 复活点不对 好消息有复活甲 而且变年轻了 坏消息只年轻了一点点 回到高中 好消息有一个漂亮的女前妆 我凝视着这陌生的风景 整个人有些浑浑噩噩 不知道是不是穿越带来的症状 这时那个女孩将小手贴着我的额头 测试着我额头的温度 你没事吧 女孩有些关切的问道 看上去有些睡糊涂了呢 还看得清这是几吗 她伸出一个剪刀手放在眼前晃了晃 她的气质很特殊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郁金香的富裕香气 真是一位好看的小姑娘啊 我心中暗暗的想到 随后微微后退 避开了她的手掌 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保底被动存在 我果断选择 做了不坠入爱河的智者 随即问道 你是谁 少女眨了眨眼睛 歪了歪脑袋 手指点了点下巴说道 你是真的睡糊涂了吗 我是苏若黎啊 好好记住我的名字 别叫错了 不然我会有小情绪的 我听见她说的话 心中一阵无语 这姑娘是怎么回事 说话怪撩人的 就在我思维混乱时 一鸣穿着短袖的老师走入了教室 上课了 各回各位坐好 苏若黎对我眨了下眼睛 随即回到座位上 我这时候才将目光从她身上一开 看向班级里 发现这里与自己当初的高中教室截然不同 我那个时代每一个班级里 都塞满了六七十人 而现在这个班级里的人数 却只有三十多人 并且每张桌子之间都是单独隔开的 只有前后桌 没有同桌 而且那时候都是木质结构的桌椅 并非固定在地面上 这里却是固定的钢铁和木板桌椅 随后我又翻开了书籍 还好都是中文 可以正常沟通 这时忽然听到班主任拍了一下讲桌 都没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今天是启灵觉醒的日期 成功启灵 对你们的将来有着不可限量的好处 看着表情严肃的班主任 我顿时一联猛 启灵仪式是个什么玩意 听着名字花里胡哨的 我连忙向一旁的其他学生打听情况 才得知原来我穿越到了 一个充满英灵的奇异世界 这里每个人都会经历启灵仪式 只要拥有资质 便可以召唤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之灵 从此踏入一个玄妙的世界 这时讲台上的班主任拿起学生策说的 所有人都跟我来 记得按照学号排好队 随着班主任走出门 其他学生们也跟着站起身来 我也跟着起身 连忙翻了翻书籍 却没找到自己的学号是多少 突然一个留着板寸头的少年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疙瘩 烦什么呆呢 启灵仪式你不是期待挺久了吗 这时苏若离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对着我无声地说出了个数字 同时比划了一个手势 十一 瞬间我放下心了 对他抱了抱拳 说了声谢谢 苏若离仰起唇脚 抛了个wing 随后我顺着队伍往前走 抵达了学校一处体育场馆 有一群穿着西服的人 在体育馆外侧进行着例行检查 仪器造型像是地铁安检设施 经过了全部的集体检测后 一个班级的37人 全部进入了体育场馆 学生们被安排在这里 一旁有校领导和黑衣人随同 此时一名穿着黑色制服的高条女性走上前 她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不单单是因为其融资 更是因为她的头顶有一双尖尖的猫耳朵 而腰上缠绕着一只毛茸茸的肠尾 就像是Cosplay 但她的猫耳朵和尾巴是真的在动的 顿时吸引了一群人的注意力 她背着手从耳朵形状看 像是高冷的剪中猫 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是常夜司督查队长的周柳 今天由我来负责此次高三一班的起灵仪式 虽然天赋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成就 但在超凡道路上 没有强大天赋者很难走到最后 她伸出手拍了拍身旁的白板 起灵仪式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诱导出你们的天赋 第二部分是测试你们的意志力强弱 当然第一次起灵仪式 可能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倒也不用担心 起灵仪式一共会举行三次 最终在你们高考的时候 在进行综合评测 你们的起灵结果将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不会进行公示 当然想告诉别人也是你们的自由 接下来按照名单依次进入起灵室 第一个 流氓 周柳开始宣读名单 在长夜司和学校领导的注视下 每一个学生按照编号 依次进入封闭式的起灵室内 出来时从另一个通道离开 所有人都在保持着沉默 有学生紧张地搓着手哈着起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我整个人有些妈妈 猫耳娘 超凡者 长夜司 起灵仪式 眼前的一切都似乎在佐证 这并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科学为主的世界 好消息 中文仍然管用 坏消息 不是众生而是穿越 既然已经确定是穿越 那么反正回不去就只能选择加入了 我内心用极快的速度平静下来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 来都来了 车祸后穿越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身为超能力者 即便在见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接受能力也是很强了 况且哪一位少年没有突然一天 捡到假面骑士腰带的梦想呢 好歹人生成就刷新了一下